好 接续带来关注光复香27号传出一起校园霸凌的事件 那么两名男同学疑似是争风吃醋 相约谈判理论起了冲突 那么其中一名少年一时促进大发 居然持棍棒殴打对方 那么一旁围观的其他四名朋友 还用手机拍下过程并且上传到社群网站 那么被网络巡逻的远景发现 在案发两个小时之内 通知在场涉案人员到场说明 并且也涉案处罚的三名少年韩宋地院少年法庭来审理 四五名的国中生对着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同学一阵拳打脚踢 其中还有人持木棍暴力殴打 现场围观的人不但没有制止 反而还用手机拍下过程并上传社群网站 整体事件不仅是地方以及相关教育单位 谴责暴力校园霸凌的行为 下区警方第一时间内也立即锁定在场所有涉案人员 并联系该校身教组长以及教官 并在案发两个小时后 将影片中的六名国中生通通导案说明 已厘清案情 本分局于27日17时时执行网络巡逻 发现脸书社团出现辖区校园学生斗殴事件 本分局主动介入调查立即锁定涉案人员 双方性因男女感情纠纷谈判过程发生斗殴事件 信后将触法少年移请台湾花莲少年法庭审理 被案人部分则移请校方进行辅导諮商 两名国中生疑似男女感情纠纷谈判理论而爆发斗殴 警方调查后将涉案处罚的三名少年 依妨害秩序以及伤害罪 还送花莲地院少年法庭审理 另外三人则送少府会辅导 记者综合报道